热辣烫的麻婆豆腐 白色豆腐吸收酱香 变红的 香气浓郁 辣味 却柔和 原来是不加入日本酱油 和味噌做的甜面酱 大火爆香 发酵三年的平线豆瓣 辣椒面 逼出香气 加入炒过猪肉 豆腐还要用水烫过 才能下锅 就连料酒都融合花雕酒 和日本清酒 来回翻炒 焦出国气 就淋上辣油 花椒油 和花椒粉 香气才足 我的爷爷来到东京的时候 我们不能用 本地的豆瓣酱 调味料食材 所以我们用的甜面酱 调味料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麻婆豆腐 全程爷爷做法 青椒牛肉丝 则是师傅自创 蔬肥牛肉和大火炒 相为青椒混合 和牛几乎入口即化 青葱爆香 加入酱油蚝油和酒酿 青椒就能登场 和牛不下锅炒 给用蔬肥 外形仿佛法式料理 原本学发文的主厨 在看了父亲 参加日本铁人节目后 决定走入厨房 现场最后的比赛 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看自己的爸爸 他的样子是很帅 所以我决定 我要当初是这样的 全程加业 把经典春菜 融合日式风格 风味 颠覆想象 明星文章美国的红土豆